耶誕節你有收到耶誕老人的信件 或者是禮物嗎 事實上台灣多數的小朋友 還是相信耶誕老人的存在的 於是為了這個美好的想像 台灣有一群人就成立了 台灣聖誕老公公協會 但是現在就有小朋友 非常失望地說 都已經過了一個多禮拜了 為什麼還沒有收到 聖誕老公公的回應呢 原來今年的卡片實在是太多了 多達四萬多封 於是他們每一封都是親筆寫 不是故意要耽擱的 希望他們不要誤會 好可愛 這麼漂亮 和耶誕老人相會 小妹妹笑得何不攏嘴 如果人在遠方 只要附上回遊 台灣聖誕老公公協會 也會親筆寫卡片來獻上祝福 但今年實在回應踴躍 至少有四萬多封來信 上百名義工組成團隊來幫忙回信 到跨年夜都還沒停歇 截至五號還有一萬封沒回 也讓有些人等著心急不斷詢問 甚至懷疑他們是為了詐騙游資 被懷疑是詐欺讓他們有些沮喪 也透過貼文解釋 因為每封信都是團隊成員 一筆一畫親筆寫下 要是來信是小小孩寫的 注音文或圖畫 義工也會用同樣的方式來回覆 並且不說叫只給予祝福 團隊還在加緊腳步 希望在二月前能把所有的信件回覆完 讓孩子們不再失望 華視新聞黃建營 潘伯欣宇台北報導